在清朝历史上 世纪统治时间最长的是乾隆帝 他在位60年 又做了三年的太上皇帝 一共是63年 排在第三的不是哪位皇帝 而是一介女流 他就是慈禧太后 世纪统治时间长达47年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大家好 这里是极致读书 遇见一本好书 打开一个世界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由李娟撰写的一部人物传记 慈禧 刻画了慈禧 那充满传奇和曲折的一生 手腕快准狠 咸丰十一年 咸丰帝加崩后 咸丰帝唯一的儿子 宰纯继承皇位 而作为生母的慈禧和皇后慈安 并尊为皇太后 同年12月2日 改年号为童治 两宫太后在养心殿 垂帘听政 为了稳固童治帝的绝对权力 保全自己的后宫地位 慈禧太后联合了宫亲王一心 发动新游政变 并成功夺得了最高同志权 慈禧自26岁发动新游政变 夺得最高统治权 成为了晚清时期最高统治者后 一直到光绪34年11月15日 与中南海宜鸾殿并逝 慈禧实际掌握晚清朝政 大权长达47年 他经历过第二次鸦片战争 甲午海战 武序维新 庚子国难 几乎晚清所有的重大事件 他都经历过了 个人地位却依然稳如泰山 他就是叶和那拉市 慈禧 他留给大部分人的印象就是 保守 愚昧 封建 为了自己的大卫 什么都干得出来 从历史大环境来看的话 他确实是落后的 愚昧的 封建的 可如果作为一个单独的人来看 特别是一个女人来看的话 他的能力 权谋 欲人之术 果断坚毅的性格 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的 那么 在这个多是以男子掌权的社会 加上风雨飘摇 内忧外患的大清王朝的恶劣环境 慈禧到底有何国人之处 又有何手段 能够在如此复杂的晚清时期 紧握手中权力 长达47年呢 出入宫廷的菜鸟 咸丰二年 慈禧参加选秀 留牌后被封为义贵人 住在长春宫 长春宫的前殿高悬着 乾隆帝的玉笔匾 写着 敬修内泽四个字 这是为了告诫后宫 嫔妃按照祖宗家法 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 慈禧从这几个字下面走过 对这四个字 他有自己的想法 一 坚决不要犯错 二 竭力争取皇帝的宠爱 三 给皇帝生个儿子 巩固自己的地位 这样的人生规划 应该很规矩了 可惜 并没有给慈禧这个机会 中国有句古话 女子无才便是德 慈禧就是生活在 对女性嫉妒意志的年代 所以慈禧早年接受的教育 十分有限 这一点在慈禧掌管 国家大权之后 得到很好的印证 在慈禧亲手书写的 一些奏折文章中 错别字 比比皆是 足以说明慈禧的文化水平 虽说慈禧文化水平一般 但是却练得一首好字 也就是说 慈禧的书法水平相当可以 别小看了慈禧的这一才华 正是因为他写得一首好字 在受咸丰皇帝宠爱之时 有机会给皇帝 代笔诸批奏折 尽管慈禧代笔 都是一些准奏 知道了 一些例行公式类型的奏折 但已然有了 接触国家证实的机会 事情都是游显入深 游异至难 了解了例行公式 就有机会参与积书 所以慈禧在书法上的强项 成为了慈禧成功的敲门传 1861年 是慈禧的人生转折之年 这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城 贤方帝带着慈禧及一帮大臣 跑到了热河行宫避难 童年 贤方帝撒手人寰了 留下了慈禧和同志这对孤儿寡母 还有八个忽视眈眈的顾民大臣 我想 如果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很有可能也就任命了 把大权拱手 让给那八个不华好意的大臣了 可是慈禧没有任命 没有就此妥协退让 慈禧联合慈安太后 攻欠王一心 发动新有政变 诛杀顾民八大臣 夺取了大位 从此以后 慈禧这个女人 就从幕后走向了前台 统治清朝达47年之久 以后大清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基本都是由他做的主 当的家 成功反杀 清朝末期 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 所进行的一场 由上而下 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 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 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 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 建立君主立宪整体 经济上推行职产新业 学习欧美技术 进行工业化浪潮 并且提倡文明开化 社会生活欧洲化 大力发展教育等 最终这次改革 使得日本成为了亚洲第一个 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 更使其逐渐积深于世界强国之列 自此 中国与西方的差距 也让国人有了学习的对象及动机 于是民众纷纷呼吁 要对旧制度进行改革 这其中呼声最高的改革就是立宪 后人将这些主张推行改革的大臣 也成为立宪派 在当时的环境下 立宪派的臣民有很多 不单单包括刘洋的学生 及新式学堂的学生 还包括当地的士绅 富家 虽然后来清政府也想通过洋务运动 来改变局面 不过朝廷内外的大思维 却是跟着世界的节奏在走 根本没人考虑过国家 真正需要的发展方向 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他国的成就 并没有深思其重的过程 以为多半几个企业就能和人家一样 真的是太异想天开了 更重要的是 民间对于中国现状的不满 在家务战争之后 被迅速发酵激化了 而作为光绪 他一直在和自己争权 这种国内高涨的爱国情绪 让他看到的机会 身边很快就围了很多的违心人士 他们愁愁满志的希望大干一场 但是 他们也知道 光绪并没有实权 要知道变法 可不是嘴上喊喊就能自动生成的 他可是要全方位的革新中国 包括政权 看看历史上的变法 都不是经历了一番挫折 甚至是留学牺牲吗 更重要的是 那是世界上经过变法成功的国家太多了 有暴力的 有非暴力的 但是都会涉及到权力的重组 仅权力一项 可就刺激到了慈禧的神经 小蹦小跳 他会装总没看见 但是要让他靠边站 他肯定会顽强的抵制到底 坚决不会弄卧 所以当光绪一帮人摩拳擦掌之时 慈禧就一边冷眼瞧着 时不时就给破点凉水 如计划在天津检阅新兵时 将光绪给废了 为此 维兴派们肯定会联想很多 这还只是初级阶段 慈禧就如此大的反应 若是继续深入的话 那岂不是这次变法运动彻底没戏了 与其被动 还不如主动出击 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招 计划在颐和园内除去慈禧 本来这个计划是可以成功的 只不过其中有位老谋顺算者 袁世凯 他寻死一番后就告密了 可想而知 慈禧从袁世凯那得知此消息后 有多震怒 对此 慈禧一点都没有含糊 立刻将光绪给灌在了营台 并抓了很多维兴派人士 随即就给砍了 延长清朝寿命 慈禧在镇压戊区变法之后 时局的现状让他产生了 君主立宪的念头 并派出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端方 率领代表团到欧美各国学习 以便回来后 就立宪给他提出一个可能的方案 另外 慈禧对鸦片的打击力度 是前所未有的 同时建立铁路局 矿物局 及西市学校等等 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让腐朽了的 走到悬崖边上的大清王朝 夺活了四十多年 慈禧在政治上所惯用的残忍 阴谋 不择手段等形象 也绝不能掩盖 他同时所具备的智慧 才能 用人手段 乃至他的人生信仰 正是慈禧以智慧的眼光 力排众议 提拔曾国藩 李鸿章等新人组织 汉族地主武装 镇压了当时不断扩大的 太平天国运动 挽救了大清王朝 与灭亡的边缘 并减缓了当时日益 尖锐的矛盾和危机 在慈禧执政期间的大清王朝 早已外强中干 空有虎皮而无虎威 西方列强接连不断的入侵 瓜分 一连串的内战 致使国力衰弱 命不疗生 同光两朝 兴亡的重担 压在了慈禧一人的身上 可以说 国家的每一次危难 都是他不惜一切代价和策略 才使遥遥欲者的国家得以挽救 作为清王朝的独裁统治者慈禧太后 她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丰富情感的女人 是历史将她放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个位置有着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孤独和寒冷 尽管她留给世人的印象并不好 可对于全盘否定 显然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